哈囉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ttoman 今天呢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宣布一下 那就是呢 老頭呢 打算要做一個小小的企劃 那這個企劃我不知道會進行多久 是跟你們有關係的啊 那就是呢 老頭的這個方舟這個 先進傳說的地圖 我打算想要採用安價生存的方式啊 基本上呢 就是希望你們能夠 那個 能夠在影片下方留言出 你們要出的題目 那老頭呢 可能會取一些 就是 個人認為目前能夠進行的這個任務 不是啦 應該是依據自己現在目前這個 方舟生存的這些條件 來進行你們給的任務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呢 一方面呢 我也可以比較就是 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知道嗎 因為畢竟方舟嘛 就是一個開河式 沙河式開放世界啊 他能做的東西非常的多啊 那有時候老頭常常在不斷的想說 到底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其實也蠻苦惱的 就是不知道該如何進行下去 想破頭了 因為呢 之前該做的東西都做了 那不如呢 就由你們 來下達指令 就由你們來給我目標 那每一集我大概會取 3到5個目標去做 那不要太難 拜託 不要跟我講說 直接就跑去幹掉什麼南方巨獸龍 千萬不要這麼做 因為呢 以我現在的能力 我覺得我是沒辦法啦 所以說呢 這個要量力而為 你們可以給一點點的任務指示 老頭呢 看到覺得可以做 我們可能就會在下一集實施這樣子 就很簡單啦 反正就是方舟版的安價生存好嗎 那這個就有勞各位啦 感謝各位的不斷的捧場 老頭呢 打算要把這個 左下角這個地方呢 稍微再做9個 9個更田 9個田地 因為呢 我們現在好像是只有什麼啊 我看一下齁 我來看看我們現在還有什麼 我們現在這邊只有 這個是什麼東西 檸檬種子跟胡蘿蔔 好 我們這邊現在只有胡蘿蔔 而且我們胡蘿蔔好像還沒有生成 好 胡蘿蔔還有一點 需要一點時間 好 我想要說 稍微把這邊稍微延伸蓋 蓋之後 蓋到大概在這個位置吧 好 我想要下這幾個 我們這邊空一格好了 然後 1 2 3 欸 剛好耶 剛好耶 那我就稍微把這邊補一補 補完之後 這邊再蓋兩個九宮格的田 再蓋別的果實 不是果實啦 果實基本上不需要用種的啦 因為 隨便外處採都採得到 比較麻煩的是蔬果啊 好吧 他們廢話不多說 他們立馬就是趕快 建設一下 把我們需要的那個資源給採一採 好啦 現在呢 我們已經把這個所有的這個田呢 現在都已經建築完畢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哎 靠腰 表演就都做到了 我們來不曉...我們來稍微... 阿 算了 我們先施肥好了 算了 反正我們先把... 先把我們的肥料丟進去再說齁 咱們先來丟個肥料齁 全部先把它丟完 然後丟完之後 然後我們再放種子在裡面好 先來丟一下 看一下 再來再來再來 OK 然後在這邊 好像不夠的樣子喔 咱們的肥料好像不太夠 真的 好像差了兩個 還是三個之類的 哎 差三個肥料 咦 沒有喔 差兩個肥料 我們去看一下上面有沒有 這邊應該都放了肥料了吧 對啊 五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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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確定都有放了 我們差兩個肥料 咦 上去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肥料箱還有沒有庫存啊 沒有的話就只能用大便啦 可是大便很快就沒了 來 這邊一個 少一個 少一個肥料 尷尬了 哎 你們慘 慘肥料可以快一點嗎 那我這樣只好弄大便啦 不然怎麼辦 啊 我們只能把這種 我們拿三個大便丟進去好了 哈哈哈哈 不然沒辦法 來 這邊丟一個肥料給你 這邊只能丟大便了 不好意思啦 你只好吃屎了 來啊 我們現在也看了 我們這邊 左上排那邊是檸檬跟 檸檬跟什麼 檸檬跟胡蘿蔔嘛 那另外一邊應該就玉米 玉米跟什麼東西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多做一點 到時候要烹飪 要做一些飼料的話 就很需要這些東西啊 哎 這是檸檬種子 玉米種子 玉米種子跟什麼 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種子是不是 這是果醬的 我不要 哇 全部都是果醬種子 那這邊啊 土豆 土豆 啊 怎麼沒有馬鈴薯啊 那土豆就是馬鈴薯的意思嗎 好了 可以了 那種我們就有土豆跟 土豆跟玉米 好 我們這個也要種 到時候我可能 到後面到了科技稍微高一點之後呢 我會稍微就是 做一下溫室啊 你看他海龜 So kawaii 自由好翔 我們不要打擾他的生活 OK 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放一下玉米好了 我們來這邊來種玉米 喔 長得超快 你看 輕輕一丟 東西都不出來了 完全不脫泥帶水 來 繼續種 繼續繼續 我們到時候蓋了溫室之後呢 他會長得更快 你看他自己下面寫說 溫室加成 如果有蓋的話 現在是沒辦法蓋了 欸 怎麼了 為什麼我這裡不能弄 喔 我已經暗了是不是 這邊都已經暗了 嚇死我了 這邊都種了嘛 這是玉米田 來 現在這個是 玉米 玉米 我們往上拉一點 我們現在種土豆 土豆 欸 土豆 來一點土豆 土豆 土豆 OK 那我們等一下 土豆種完了之後呢 我還有一個任務要做啊 其實這個任務也是你們給的啊 好 我們就讓他慢慢長吧 走 我們先上去 好 這個任務其實非常簡單啊 就是之前各位他們 各位你們所講的啊 就是說 我之前去的那個冰洞窟啊 它裡面好像還有隱藏洞窟是不是 是不是 然後 不過它好像 必須要有 耐熱 耐冷的裝備才比較容易進去 才比較容易存活 可是我是覺得沒差啦 我進去看看好了 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稍微 最後這個任務呢 我們稍微去看一下這個洞窟 一樣是在上一集那個洞窟那個地方嘛 我已經看到了 那個白白的東西 我們去裡面看一下 說有兩個隱藏洞窟是不是 我還蠻好奇的啊 好 廢藏不囉嗦我們去看看吧 那記得哈 這個 記得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你們想要給我什麼任務 那基本上呢 如果我覺得OK 我就把它做成一集 然後一樣就是會把你們的留言 放在我的影片上面 感謝你們提供一些任務給我 不然的話我自己有時候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因為畢竟之前該做的都做了 來點有趣的也是可以啦 比如說就是抓幾隻恐龍 形成一個戰隊 馬 賣賽 也是可以 沒有不行 對不對 不然你會說什麼 從高處掉落不死亡 我覺得這個 很有挑戰性 但是呢我覺得 有點沒意義就是啦 反正什麼留言都可以啦 歡迎歡迎來留言 好不好 告訴我說 下一集我們要做些什麼 或者是說 對我的生存有幫助的 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 但是呢 要符合我現在的狀況 不要讓我一下子越級打怪 這是很令人困擾的一件事情 OK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這個地方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有熊熊 這邊有北極熊 我們稍微把血條拉高一點 來 嗨你好 有毛皮耶 到時候要做個毛皮帶一帶進來好了 據說這附近就有了是吧 那時候你們有標記嘛 像這個是不是 這個就是隱藏洞窟其中之一吧 還蠻好奇的 還有哪邊有隱藏洞窟啊 我們先把這些恐熊咬死啊 把他們通通咬死 我記得有個地方 你們說把岩石打包才可以進去 是不是這個嗎 是哪一個啊 啊是不是這個 是這個對吧 來來來 我先幫你射成 不要改名改名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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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叫阿琪 好你是被動嘛沒有錯 是這裡是不是 啊這裡沒有東西 抱歉我眼脫 我以為是往這個地方走 我們稍微再走一下 這個洞窟裡面有兩個隱藏洞窟 我們再來看看 是這裡嗎 好像也不是 我記得是有個地方 我那時候影片裡面有看到 不是這個 所以說到底在哪裡啊 該不會是這個吧 會不會把這個打爆之後就有洞了呢 打看看好了 打他打 哇這個打了之後還有冰霜的特效是吧 喔 繼續 他好像有一些洞窟都被岩石給擋住了 需要把他打爆才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岩石這個地方打爆有沒有洞窟啊 有耶 我隨便講講的真的有耶 不是吧 等一下 等一下 該不會有室外桃源吧 不會吧 喔 喔 喔 再繼續敲看看 啊 還給我做隱藏版洞窟是怎樣 寂寞特別 欸 我已經敲掉了耶 該不會要我繼續敲吧 找到帶我們的星尾獸過來打一打比較快 你看沒想到真的有你看 打爆了一個洞了 來 更深入一點 搞不好這邊就有龍洞啊 那個冰龍蛋搞不好就在裡面啊 更深處也說不定 欸沒東西啦 難道說這只是騙人用的嗎 欸這有石油喔 嗯 才有點石油 沒了 沒了 沒了沒了 哪裡狗 難道這裡就只有這樣子 不甘心耶 我們繼續找 我覺得不只這樣子 我是覺得不只這樣啦 我記得還有啊 來吧我們進去吧 他說這個結霜要把他打破 齁 就可以進去了 耶 我們進來了 唉唷 這邊 感覺就是一個大洞窟來著啦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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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不敢 為什麼我沒有感覺到寒冷啊 這邊 好多恐熊喔 我還是準備一下我的勾爪好 以防萬一你知道嗎 嗚 超級大冰窟耶 我已經感受到寒冷了 然後我又稍微肚子餓了一點 來吃點肉 嗚 OK 這裡有什麼啊 飛到對面 我們這樣子越級打怪隊嗎 我們會不會 等一下出不去啊 其實我還蠻擔心的 欸那邊有那個物資 非常好 我靠這邊的恐熊 等級都是破百來著的喔 來頭可不小喔 沒關係我們有無限勾爪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偷跑 是的 我們可以偷跑 這裡有什麼東西 不知道 撿了就走 嗚喔 好鳥喔 一般的爛長矛 到底是能幹嘛呢 我也是笑笑了 哇上不去 照從這裡上去了 還有什麼 我可能是因為抗性點高的關係 這洞窟的這個 冰凍傷害對我來講 並不是很大啦 好我們繼續走 這裡是可以通往哪裡呢 欸開始扣血了 不是吧 哇一下一下洞傷一下那個 哇開始變超冷的欸 我有沒有辦法 我會不會死啊 重點 欸開始在扣血啦大哥 為什麼會打雷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會打雷嗎 算了我們繼續往前走看看好了 靠杯啊 欸這個重傷不行 這個重傷不行 哇為什麼我重傷了 啊我不想死在這裡我說真的 哥真的不想死啊 有沒有補血的 多吃一點肉 欸不要死 不要死 拜託 啊靠杯啊我真的要死了啦 我在幹嘛 不 好啦算了我剛剛已經用毒檔的方式重新回檔齁 那基本上呢那個地方好像 依照我現在的狀況我是沒辦法前進的 果然是真的沒辦法前進的 所以說呢各位如果你想要去那個洞窟的話 個人是建議趕快去準備一下你的耐冷湯 那個叫耐冷湯吧 咖哩辣椒吧 我記得那個好像叫咖哩辣椒湯 吃了之後會增加你的抗冷指數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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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也需要帶一點毛皮啦 不然的話基本上你會死在裡面 就像跟我剛剛那個樣子 OK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啦 那那個如果你們想要 想要讓我下一集做一些什麼的話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歡迎在你的影片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我下一集該做些什麼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集場 會不會再跟你們說 我們下集會